中央民国112年11月24 星期五 我们刚才听也是王海玲唱的 忘了我是谁 好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这样子 清亮的歌声 而且如此的 如此的没有变啊 变是一模一样 那么民歌高峰会呢 我们都知道啦 每年它几乎是我们一个仪式 就是一个超胜的仪式了 在这么多年来 每年你都会觉得 好像跟这些老歌手们相聚 然后就在那里一起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唱 一起听你熟悉的歌曲 就像一个同乐会一样 那么今年呢 我们很高兴的就是看到说 它在疫情期间还是有在 克服了种种艰难还是办了 在2024年的2月 也就是2月的17号 礼拜六的晚上呢 我们会在台北小巨大办 民歌四九 这一次的是pro升级版 为什么呢 因为再到后年 就是2025的时候 那就是民歌50 也就是最后一次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倒数600 700的计时了 一年365天 好算那个总共几天 大概乘以二 也就是说这我们只有把握 最后两次 可以跟这些歌手一起通话 一同回味我们那些年唱过的歌 所以请大家不要忘记 这一次民歌四九高峰会 我们这次的升级版 现在就可以开始上网 然后是在明年的2月17号 好在台北的小巨大 请大家永远抢票咯 好我们今天呢 非常我家又开始了 我在六个的时候又看到 这个为什么我们的那个帐篷 总是在11月的时候 搭了又拆拆了又搭 帐篷又搭起来了 国父建管 而且搭的更缜密了 更整齐了 所以搭帐篷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说 不是要看日出 是我们的金马奔腾要开始了 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 请我们地表最强金马达人迪亚 恭喜大家 我们也不用等太久 就明天了 礼拜六晚上了 而且呢 这一次搭这个帐篷 保证比今年其他帐篷 都来得有看头 更紧 因为今年金马六十 所以六十届 我们当然会请大牌来啊 你看看我们今年的大牌 有哪些 我们有日本的北野舞 我们的坎城影帝 一所广司 有我们的这个演技女神 满岛光 这么多人来 那也不要忽略 我们的华语的演员 我们不要 北野舞要来耶 他已经来了 他现在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对啊 前两天就已经做了金马的活动 怎么没有讲 大家都报纸写了多少遍了 好吧 因为我们这几天的焦点 被某件事情给牵引着 不是 所以说他人都到了 就表示说呢 你们礼拜六晚上的 星光大道一定看得到人 那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哪些人 当然不能错过 我们今年金马奖最厉害的一个 叫做最佳男主角之男神 大混战 所以五位入围 全部台湾男神 今年最精彩的 吴康仁 王伯杰 死亡之主吗 接着还有呢 还有哪些人来呢 还会有我们的两位女神 一个是已经 这两三年 已经专心当妈妈 她也不再做这个演艺工作 很少在做 偶尔回来台湾出其他活动 的林志玲 那她这次有出 另外一个 当然是我们更了不起的 我们的终身成就奖 超级巨星女神 林青霞 她又回来了 所以你看 你们这一次的六十帐篷 是不是值得在那边带一下 难怪 我就是觉得 这次的组合方式 完全不同 大家如果要先 先去不要人挤人的话 这几天 也不用这几天 就是今晚 今晚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 我们的帐篷 今天可以先去排队了 因为明天颁奖 那我觉得卡个好位置 大概就是要早一点 因为其实每一个时 金马都会拍一个大合照 今年会不会 可能没有那么多人能合照 但是今年有这个国际大牌 加我们的永远的女神 在那里 这张照片的分量 已经非常的有重量级了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那我们来 因为今天要搭波音747了 没错 那我们等一下 或是阿联酋 是我们要 当然也是要为大家 仔细的来讲一下金马奖 所以我们的这个票 周末票帮排行榜 就是可能会很快的把它讲完 第十名 刚好也就是明天 它会不会变成大赢家的一个焦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部电影 所以我们今年入围最多的电影 它叫做五月雪 它入围了九项金马奖 九项最后呢 拿走多少项呢 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 先来分析一下 这个是第九名 第十名 本周的第九名呢 这个就是我们韩粉 一定会支持 韩粉的意思就是 是韩国boyband的粉 大家不要讲歪了 你这样讲 我们又又又以为说要直播了 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 这天直播很累 对对对 但问题是这部电影 叫做MyShiny World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这个韩团Shiny的粉丝 用力支持的这个 他们的纪录片 这是第九名 本周的第八名 虽然呢 通常这个节日 我们都希望它是比较温馨一点的 但没想到这个片名叫做恐怖感恩节 而且这个节不是过节的节 是节难的节 那所以 到底有多恐怖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好莱坞 非常擅拍此类作品的恐怖名导演的新作 所以恐怖感恩节里面应该也会有一些很刺激的内容 再来本周第七名 都说了今年的金马奖最有趣的一项叫做最佳纪录片 为什么因为呢 入围的都是大名导演的作品 那这边马上就有一部汉山河汉象世界 本周第七名那讲的是这个陈明璋的音乐人生的故事 导演呢就是曾经在坎柏林影展得过这家导演奖的林正胜 那这个片子 他在金马奖上的对手有这个玄华的作品诗 那蔡明亮的何处 赵德颖的诊所 跟这个今年有入围坎林影展正式竞赛的大陆的纪录片 叫做青春春 那这个五部片子要去角逐大奖 现在最早在院线上片的就是这部汉山河汉象世界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欣赏 那第六名呢 他这个片子的口碑场真的是做很久 为什么因为他12月1号才要正式上演 所以呢之前的这些都只是口碑的特应 那这一片真的也很big 为什么他片名就叫做big big三个字 那他为什么说他也很big 是因为他的片场有够big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片子长超过两个半小时 他在讲什么 他就在讲说好几个重症病童 他们家他跟他们的父母的故事 应该是非常感人的 但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故事可能也要讲20分钟左右 所以呢五六个人的故事凑一凑就超过两个半小时了 那会不会哭从头哭到尾 所以大家记得多带两条手帕跟两包面纸 那这个是魏德胜最新导演的作品 好我们今天的是我们的金马地表最强达人 待会会一直为我们介绍金马入围还有得奖预测的迪亚 所以呢我们现在继续来看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预测很多的金马奖 那我们现在先来把这个周末票排行榜看完 我们的第五名 他还称在第五名 真的很厉害 也很久 而且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 因为台湾是他的这个出品国以外 全世界最早上映的地方 美国 法国 很多地方 最近才开始要演而已 台湾一名真的很幸福 第五名就是宫崎骏的最新动画长片 苍鹿与少年 所以说呢 如果说已经上演了这么久 大家都还没有去看的话 赶快再把握时间了 因为接下来的大片都要陆续的推出 那他的戏院跟长次就会越来越少了 这个是本周第五名 本周的第四名 感觉很金马味道的一部电影 但他今年只有作为金马影展的开幕片 他没有入围 那不过卡斯还是蛮大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片子的主角呢 是林依晨 然后他在这个片子里面呢 有非常令全台湾女性羡慕的遭遇 为什么 因为他身旁的三个男人 分别是周渝民 阮金天 跟张孝泉 应该是各种款式的都有 张孝泉可以 你这样真的太糟糕了 可是这听起来这部片名 怎么有点像贺岁片 不是 你想想看 一个女人旁边有这么多男人 你就知道他的主轴是什么 就是这个女人 如何有办法周旋在这么多的男人之间 而且厉害的是 这三个男人彼此没有碰到面 他们也许知道有对方的存在 但就是没有碰到面 中部某些地区 他们的那些女的也很厉害 是不是 是那个 他也可以一桌 通通都是他男朋友 可是都不见面的 但这一个片子里面呢 林依晨呢 他不是中部 他更南边一点 他是个嘉义人 那我只能说 这个片子里面呢 非常厉害的是 你去看了 他会发现说 哇台湾男神的保养也真的都很强 里面真的每个都帅 而且各有各帅 车领上的玄天上帝 这个是第四名 本周第三名 这个是今年非常话题人物 那但最近呢 听说发生了一点点不太开心的事情 在巴西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泰勒斯在全世界各地都很抢手 但是他能够举行演唱会的地方 场地是特别跳过的 所以不是每个地方都有 阿根廷 对 南美洲就是排三个地方 两个巴西的城市 就是里约瑞内卢跟圣保罗 那第三个就是阿根廷的布尼诺斯爱丽丝 那布尼诺斯爱丽丝呢 很幸运的唱完 但是在巴西的这个里约瑞内卢的时候 据说刚好碰上当地的破纪录高温 那又因为那个场地的球场 他是不让人带水进去的 所以据说呢 在排队的时候就有这个 很年轻的女歌迷昏倒了 而且他的昏倒就马上心脏停止 然后在这个急救车上 已经想办法心肺复苏了 送到医院的时候来不及了 所以呢 这真的是让人很伤心 这不太像巴西耶 怎么会让人家不带水 又不是我们台北捷运 是而且最夸张的是 就是已经有歌迷这个样子 据说后来泰勒斯自己在唱的时候 也都是唱到很喘 有几度就是喊停 必须要休息一下 因为没有办法 那但是呢 我们大家可以在冷气非常舒服的 电影院里面看这个 巡回演唱会的纪录片 我们太幸运了 第三名就叫做 泰勒斯年代巡回演唱会 那这个是他的巡回演唱会的纪录电影 本周第二名 漫威的最新影片 惊奇队长2 那当然 此时 惊奇队长的第一集 刚出的时候 刚好是超级英雄片的最高峰 那现在来的时候 已经又不一样了 所以 超级英雄也是要努力加油 那我们来看看 他有没有机会 力挽狂澜 这个是第二名 他上个礼拜是冠军了 这个礼拜就第二名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呢 也来了一个另外一个大系列的新片 叫做饥饿游戏鸣鸟与游蛇之歌 那但这一次呢 必须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为这一次这个片子是前传 所以你之前在饥饿游戏里面看到的 所有你熟悉的那些演员 都不会出现 没错都不会出现 他们真的也蛮老的 也没办法演出全撞 因为他们的年纪是 也没有都很老 大概就差不多30多岁而已 那不过呢 饥饿游戏鸣鸟与游蛇之歌 他讲的是饥饿游戏 这个正传系列里面呢 被大家认为是非常坏的反派暴君 史诺总统他年轻时候的故事 那从他年轻时候 还没有那么坏开始讲 那里面呢也会有这一个 当然会有游戏的片段 还有史诺总统 他在里面碰到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子为什么会让他成为 从还没有那么坏 变成坏得不得了的关键 那这个女主角 当然也是精心挑选过 可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就挑到了我们这位资源很多 但常常会讲话惹到人的这一位 就是我们的这个金球奖影后 瑞秋赛格勒 他曾经以史批驳指导的 新版西城故事得到金球奖 他也即将是已经延后到 后年才要上演的白雪公主的女主角 就一直讲话 一直得到很多人 就争议很多 但问题是在饥饿游戏 鸣鸟与游蛇之歌里面 我个人觉得他的表现还不错 为什么 因为这个片子的女主角 有一个很特别的设定 就是他是一个很会唱歌 常常游戏游到一半的时候 也许可能就爆个吉他出来 跟大家唱一下这样子 好像跟后来的风格完全不同 我觉得这一次的节奏感做的蛮好 而且这一次的游戏虽然是前传了 但其实游戏的场面还是蛮不错 而且后面的转折还蛮有意思的 那我会觉得他片子虽然也很长 也是两个半小时 可是他的故事内容非常的丰富 因此我会觉得后面反而有点转的太快了 第一次你觉得希望再多看一会儿 他有剧情有所需要 那不过他还是在全球各地都登上票榜冠军 包括在台湾 所以喜欢系列游戏的观众朋友们 这个系列你还是可以去戏院里面看 那现在正在台湾上演 好我们即将隆重的来介绍我们的金马入围 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 那也就是我们地表最强金马剧情片预测分析 达人比亚 分析是没有预测那么强啦 那但是呢 预测很强 不是分析预测没有那么强 我刚刚讲太快 你到底哪里强 分析预测没有那么强 但资料我这边很多 收集的非常多 所以我们要做阿联酋航空了 可以慢慢的 我们要登上这个A380了 好我们先从最重要的就是 本次入围的剧情片有哪六部呢 剧情片的话呢 我们总共有第一部叫做石门 那石门这个片子很好玩的就是 她是一个大陆的女导演 跟她的日本的丈夫一起合导 那但是呢 这个片子 所以你说有录片参加 对不对 诶 但这部片子很厉害的 她就是取巧了 她因为是有日本的资金 所以她基本上 虽然拍的是在大陆的故事 但她不是大陆电影 那她是外籍片咯 以外卡外片 对不对 日片的身份 好那这部是 另外一部就是来自这个非台湾的 那就是叫年少日记 这是一个香港的文艺片 那我们知道说 香港片其实这几年没有完全绝迹 陆陆续续都还是一直有 那今年的话呢 就是年少日记是蛮受到好评的一部 这个入围的影片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台湾跟马来西亚联合制作的 那这个片子呢 五月雪我们刚刚也提过了 上个礼拜也介绍过很详细的 那五月雪是我们这一次入围最多的电影 她入围的九项 通常入围最多 可能在最后都比较有一点竞争力 那所以呢 就要看看 今年的评审团主席是李安领 李安担任吗 那她领军的这个绝选的评审团 会不会仍然那么喜欢五月雪 那还有剩下了 我们已经讲了一大堆 就是有这个大陆日本合作 有台湾马来西亚合作 有香港 那我们要来讲两部纯台湾的电影 那这两部刚好都上演过了 那一个就是卖作卖的卖作的不得了的 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那这个应该我相信 台湾很少人没看过啦 没看过啦 没看过啦 没你戏院演的时候没去看 那现在这个N平台上演也有 所以说可以看得到 还有一个呢 就是20年前这个SARS 那早自台北市某医院封院的 这个风波的一起这部电影 他也是在平台上看得到了 那所以呢 今年最佳影片入围就是这五部电影 好有些陌生有些熟悉 是那我们来讲一下 大家会比较陌生的 像石门的话 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像纪录片的影片 他拍的就是在大陆的一个女生 住在湖南的一个女生 那年纪很轻 大概19 20岁而已 那可是呢 他的未来就感觉上是不是那么的确定 他有一个男朋友 可是他跟他的男朋友 当然谈恋爱就是会有一些亲密的行为 那他其实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 可是他的男朋友呢 因为因为他的男朋友就是目标比较远道 所以他男朋友是帮 安排他们两个一起去上那种英文口语的补习班 准备有朝一日要出国的那种感觉 但是男友又觉得说 好像缴了很多钱让这个女友去学习 他都学不出个什么东西来 那所以呢就认为说可能他们之间也许走不下去 那怎么办 可是这个女的他又怀孕了 他就希望说他能够去把小孩子拿掉 那他不知道的是女朋友其实一直没拿掉 那他女朋友呢又因为家里面 他的母亲是做医生 可是这个医生发生了一些医疗纠纷 所以需要赔一大笔的钱 所以他妈妈的想办法筹钱方法 第一个就是去当这个直销带货 有点像对他参加很多那种直销活动 想要去推销 可是这个东西你也是要做出业绩才会有的钱赚 那如果说一下子钱没有办法抽过来怎么办 这个女儿又想了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呢因为他还年轻嘛 所以他想到方法就是我可以卖我的卵子 妈妈卖 女儿卖 女儿卖哦 对女儿可以卖卵子 因为我年轻啊 那搞不好有人就生不出来啊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在当地的这些 自己生不出来 但是很希望有小孩的这个产业是怎么样的经营 合法的吗 这种怎么可能会合法 当然不合法 这一定是走地面下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业主可能也许就挑剔说 我这个人看的年不年轻啊 聪不聪明啊 品质会不会好啊 从哪个地方来的啊 很多东西都问东问西的 然后一直嫌弃你的这些东西 另外一个呢 因为我们讲过说我们的女主角 其实他已经怀孕了 所以他还有另外一项生意可以做 就是等他生下来 直接把小孩抱走 那这又是牵涉到我们刚刚讲的 也是一样 他也是会关心说 哎你这个妈妈的成分来源 聪不聪明啊 漂不漂亮啊 有没有才华啊 生下来小孩怎么会不会好啊 所以这个片子也蛮长的 两个半小时啊 也是蛮长的 某些地方不能放吧 所以你会觉得说 他为什么敢来报机吗 就是算准的可能 在某些地方他是不会出现的 他是不能出现的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部是石门 另外一部呢 叫做这个年少日记 年少日记这个故事就悲哀了 为什么他其实是一个 很容易打动所有人的内容 他讲的是 香港是一个升学压力很大的地方 那所以年少日记里面呢 他的主角是一个老师 但是他年 他小的时候 生活在一个父亲对小孩子 期望非常大 大到让大家觉得忍受不了的一个家庭 那他的父亲呢 是郑忠基演的 所以我们平常看郑忠基都是演喜剧 但他这一次演一个就是家里面对小孩子 等于已经到了心灵失暴的那种程度的恐怖爸爸 也演得非常好 你完全看不出来他会搞笑 然后呢 这个他小的时候就是他跟他的兄弟两个人 那那个弟弟是很会念书的 所以在家里面常常一直都被称赞 但哥哥就是很不行 怎么样念都不行 所以哥哥就越想越难过 里面的年少日记就是这个哥哥写的日记 那甚至于越写就越呈现出 他可能有一点厌世的那种感觉 才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就厌世了 所以男主角是郑忠基了 不是他是男配角 他才来开演唱会 是但他是男配角 但是演得非常令人的印象很深刻 大家会觉得说他是男配角 没入围的遗嘱啦 好我们还有刚才的介绍 吴月雪上个礼拜已经介绍过了 一起也介绍过了 那我必须只讲实话啦 就是如果以观众的 一般大众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程度 我真心认为五个片子里面 这年少日记最容易被台湾人打动 又讲升学压力 又讲亲子之间的关系 讲到甚至于讲到就是学生的这种 想不开啦 想寻短啦 很多就是那种 每个人可能真的在自己的成长过程里面 都会经过的 而且他最后给的是一个很暖心的感觉 就是老师希望学生彼此能够互相关心 甚至于你学生毕业了以后 你如果想要找他聊聊什么 他都很愿意跟你聊 这样子是一个很暖心的结果 那这个是这家剧情片 那我会觉得反而真的凭良心说啦 反而我真心认为就是 这一次两部纯台湾的电影 我比较不是那么看好能够出现 哇 可能那别的提名的地方可以出现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 但这家剧情片 但这家剧情片 比较弱了点 比较不是那么的强势 那大家也不要忘了 当十年前我们的李安主席 也是评审团主席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选出来的这家影片 是一部新加坡电影 对 而且讲的也是 妈妈不在家 姜泰你真的 我本来以为觉得你应该是百分百中 没有想到仍然是落入了4AB的结果 爸妈不在家 哦爸妈不在家 因为我觉得爸爸不在家无所谓 妈妈不在家 不可以都很重要 爸妈都不可以不在家 但就是爸妈不在家 好像他赢了一代宗师 还有蔡明亮的电影 对 那时候被讲了很多 两个大师的骗子 都就是没有得奖 到最后就是爸妈不在家 好那这个你认为哪一部会 以你的感觉 一二三最佳剧情片 我个人觉得 李安在 李安在会不会就是 心码的会很开心呢 那我觉得 吴月雪他的这个题材是大的 但是他把它拍的是以感情为抒发 那我认为 如果是文青的选择 也许吴月雪会出现 那如果是 李安的选择 像十年前 类似爸妈不在家那种 大家看了感同身受的选择 那就是年少日记 那这就是最佳剧情片 最佳导演 那通常导演跟剧情片 也许是绑在一起走的 可是今年不太一样 今年呢 五部片子里面 只有三个导演 三组导演入围 其中就是 第一组就是我们讲过的 大陆女导演黄继 跟她的日本丈夫 大总龙志石门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关于我和鬼 变成家人的监视 陈伟豪 还有就是吴月雪的张吉安 那这三个 这三组是这个 影片也入围最大影片 导演也入围最大导演 那另外两位呢 就是影片没入围 但是导演有入围的是 老狐狸的肖雅全 跟周楚楚三害的黄金服 其中要让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呢 我们刚好这个礼拜 有一部电影也就会上片了 叫做老狐狸 那这个片子呢 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觉得 有一点狐疑 为什么 因为叫做 为什么他没有入围最佳影片 那他其实讲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 他讲的就是1989年 90年 那个时候台湾钱 台湾金银卡吧 而且呢 家家户户 全部封买股票 因为那个时候 一买就大账 直接破万点 那所以呢 全民投入这种金钱游戏 那里面呢 就有一对父子 那这个爸爸是在 茶楼里面当waiter 那是刘冠廷演的 那他有一个儿子 就是这个百润音 那他们两个人呢 住在一栋公寓里面 但他们的那个公寓 是用租的 不是用买的 那他们的最大心愿 就是希望能够存到钱 买下这一栋公寓 那里面呢 这个公寓的房东 就是我们的老狐狸 这一次入围金马奖 这家男配角的陈沐毅 来扮演 这个老狐狸呢 就是这个地产大亨 但是他 既然被车为老狐狸 你就知道这个人 他不简单 而且他绝对不是完全的好人 那偏偏呢 这个老狐狸认为 这个就是这个白润音 跟他小的时候 感觉很像 所以他对他独情有 这特别的有好感 那就时不时的 就会把他带到自己的车上 灌输他一些人生的想法 但是他灌输他的 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他讲的都会是那一种 就是你要不要 他比如说他就说了 你爸爸跟我妈 就是同一种人 什么样的人呢 叫做失败的人 什么人是失败的人 就是会关心别人 怎么想的人 哎呦 这种哲理 这种人生 完全是违背于世俗的 没错 世俗的常理呀 所以如果这个电影 好玩就好玩 在你就要看这个 有潜质变成老狐狸的小男生 会不会被他影响 会不会被他洗脑 会不会跟着他一样 走上了一条 被大家讨厌 但也许很有钱 你可以日子过得很开心的路 怎么有点暗黑 是蛮暗黑 但其实故事到最后是很温暖的 然后很好玩的是 这个片子里面呢 他还提到了当年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就叫做红元锡金案 所以其实有一些年纪的观众 看了可能会很感动 那如果说大部分的观众 因为没有经过那个年代 但其实你看了 你还是会很有感觉 那这个萧雅全 他就是侯孝贤的子弟兵 一路被他拉拔起来的 在这个老狐狸里里面呢 其实表现出的技法也很成功 而且剧情也是很能够让观众打动 但这片子就没有入围最佳剧情片 还好有入围导演 那就要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拼 另外三位 三组就是影片都有入围的 这个最佳导演的提名人 那另外呢 就是周祖初三海的黄金福呢 他则是在动作的这个表现上面 让大家印象很深刻 还有一些也是暗黑的地方 但他这个风格可能更暗黑 又有邪教 又有这个恐怖的枪袭要犯 那所以呢 这五组人马里面我会觉得 导演蛮强的 会有一点可能会变成会分家 有可能 就是你得了影片 可能导演就 大家不要忘了十年前 可能也是这样投 那我觉得最佳导演可能会是肖亚全 我觉得如果说要合在一起的话 有可能是五月雪茄张吉安 但如果分开来的话 那肖亚全机会就真的还不小 还蛮大的 这是这家导演项目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跳 我们大家最关心的 死亡之主来了 不要 我们一定要把大家最关心的放最后 好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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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敢跟大家打赌 今年的颁奖顺序 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倒数两项之一 对 那好 我们先讲女主角好了 可是我觉得女主角好像很容易 很容易猜到 等一下回来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 好 我们今天呢是地表最强金马资料收集 他说不是分析 所以是金马资料收集达人 Dia 是 那我们来讲这家女主角 我觉得江泰这个话可能又讲的早了一点 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看完完整五部入围片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今年的这家女主角感觉 好像是那个 蛮简单的 对对 殊不知看完了五部片之后发现 很难吗 也不一定很简单 完了 陷入了裁判的 不一定有可 不一定 有人不一定十拿九吻 对本来我觉得应该是十拿九吻 你看完了以后 是 来 我们来讲一下这家女主角入围的有这一个大陆女星胡林 她演的这个片子呢 片名非常好玩 我在看之前我也真心分不出来这两种东西有什么不一样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台湾人也都不知道到底他们有什么不同 这个片子的名字叫菠萝凤梨 但是它不是一个农业为主的电影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到到底主要在讲什么 对因为有些地方东南亚都是叫菠萝 香港也叫菠萝 菠萝跟凤梨是不一样的 凤梨是更甜更好吃 而且直接切了就可以吃的东西 那菠萝不是吗 菠萝比较苦涩 而且那个比较刮 比较会刮牙 就舌头会割 对会比较割刀 所以这个片子里面也有一段很好玩 它里面有一段是说呢 这个女主角要去这个看到路边卖水果嘛 然后这个路边水果的人就跟他强调说 我这里卖的是凤梨哦 更棒的 而且比较会 不是菠萝 这个在我们只会说你是金钻凤梨 牛奶凤梨 蜜凤梨 但大家知道菠萝 没有比凤梨好吃 这是菠萝凤梨 然后另外一个电影叫做小小 那小小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非常天才女童星 林品童 因为她才还没有上国中 她就入围了这家女主角 那如果今年得奖 她就是创金马史上记录了 而且她入围女主角 是那这个小小这是她的电影 另外一个呢片名很难念哦 因为这是广东话 所以我们如果用国语来念她 她叫做填词念哦 那这个片子的女主角中雪莹 她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很热血的女 从女学生演到出社会 那这个女生一直就是想要做一个填词人 可是在香港的社会 目前的现在的娱乐产业里面 你要当一个填词人 很不容易赚到钱 对而且很难生活吧 对那这个好玩呢 就是好玩在中雪莹本人 还真是个填词 她自己就是嘛 但问题是角色应该是 跟她不完全一样啦 不然她也不会以演技入围啊 这有点像舞台剧 也不会 她其实是一个充满很多女性的奇想 还蛮好玩的一个电影 然后呢 另外一位港星的代表是 白日之下的余香宁 白日之下我们上个礼拜也介绍过 现在正在台湾上演 那她演的是一个 对她演的就是一个 想要去揭发安养院弊案的女记者 然后在这过程中间 经历过了很多的冲击 那甚至于到最后会反思说 我是不是好心做了坏事啊 这样 好 那所以里面也给她很多的 这个情感的发挥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认为 可能是本来认为 石拿捷吻的陆小芬 本日公休 那陆小芬如果得奖的话 也会创纪录 因为她上一次金马得奖 是40年前 整整40年前 那这很有意义耶 是 我们本来以为说 去年张爱佳隔36年 再得金马影后 已经是创纪录了 但没想到今年陆小芬 还有机会再破纪录 间隔最久 是 而依然在影谈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 她现在可能也不一定 石拿捷吻呢 因为呢 来了一个强力大对手 是谁 就是我们的两种水果 菠萝凤梨的胡林 胡林在菠萝凤里面 她演的又是 就是一个大陆吗 这很好玩的是 你看今年其实很多电影 都反映出 当地人们生活的一种困境 而且我们会发现说 很多华人区的困境是一样的 年少日记里面 有一个非常在意 小孩功课的爸爸 菠萝凤梨里里面的 这个胡林眼的妈呢 也是一样 她也很在乎 女儿的学业 那她就 因为她自己本身是一个 不是那种很高层的职业的人 但是她一直觉得说 我必须要让我的女儿 不要像我一样 不要走上跟我一样的路 我一定要帮她打造一条 就是进好学校 然后就开始 从此就在北京取得一个好的发展的 康窗大道 可是她这个女儿也是有点叛逆 而且就是有自己的想法 那她到最后呢 不得不逼出一个手段 就是带她到北京以外的县市 就海南啊 或者是闽南啊 这些地方 去那个地方借戒户籍 就她们那个身份其实是不合的 可是她就想办法去走这种 偷偷的路线 然后去在那个地方考试 利用那个地方 她的那个名额分配的这种优势 想办法钻去 有一些比较好的名校 那这种东西基本上 繁星计划的感觉 你不能够被发现 被发现了 你当然就玩完了 所以说她的压力 其实内心也很大 然后刚好呢 这个片子里面呢 又讲到说 她女儿去才没几天 因为她们就是从北方到南方的 所以一看就知道 你不是这个地方的人 口音就不对啦 再怎么装也不像 所以马上被试破 然后这个年轻的男生 有没有要出卖他们 就到最后就很悬疑很紧张 所以其实狐狸的占便宜的地方 在于说 陆小芬的本日宫修 她基本上是一个 呈现一个氛围 人情的感觉 陆小芬 等于是不演的演 他几乎让你觉得 他就是一个 喜头发的理容院的这个 阿姨在里面 出现在那里 你看不出来 他有在演的痕迹 所以剧情 其实没有一个 很明显的起存转合 去让他演 可是狐狸 这个菠萝凤梨 就非常的 所有的戏剧节奏 要用力演 也不一定要非常用力 但是给他一个 非常好的空间 就是我每一次演出来 你一定都看得到 而且你会觉得 我演的很好 可是他这样子感觉 是他的剧情性比较强 那陆小芬是生活化的 通常这个就比较不讨好 所以 怎么办 蛮有竞争性的呀 怎么办呢 不行我还是要投 陆小芬阿姨 这个就是这样的女主角 那另外还有一个 会被最佳男主角 产生联动的事 其实大家去看一下 金马奖 你会发现说 最佳男女主角 很少 两个都是台湾人 诶 对耶 今年的男主角 女主角已经注定就绝对是台湾人 一定是台湾的了 所以女主角 会不会是 香港或大陆 就不知道哦 那大家 如果去算一下 就是上一次发生 这个台湾 男女主角都是台湾人 谁 是 除了最近几年 因为就是 大家知道吗 就是有些地方的片子 都不太会来 所以最近几年 其实还蛮容易的 那可是 在这个最近几年的情况 之前的话 我们能够想到的例子 还真的就是陆小芬 上一次得奖的那一届 那男主角是谁 孙悦跟陆小芬 孙悦是搭错车 跟陆小芬看海的日子 然后之后经过了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一直到最近几年为止 你已经很少再看到 两个都是台湾的演员 都是台湾之光的时候了 所以你看看这怎么办 今年会不会再来考虑一下 这个东西呢 那我们不免就要开始 讲到男主角了 今年男主角呢 有一个就是 《怪允玩鬼变成家人》 那件事 我们的两位男神 而且在片子里面 鸣婚的两位男神 许冠安跟林柏宏 那这个呢 我会觉得说 应该会让大家 有一点 就 呃 挣扎 为什么 因为好像他们两个 就是应该是一对的 一配的 那如果说拆开来 好像也不太对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得奖 另外一个人落空 这样子给很多 影迷的感觉 也不是很好 不公平 那会不会便宜 不是会不会变成说 造成说后面三个 跳出来的机会比较大 咧 因为这两个有点 还蛮冰雪聪明 那所以呢 我们来看剩下的 那三个人是谁 第一个 富都青年的吴康仁 那吴康仁这次 在富都青年里面 他演的是一个 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的比较 低下的区域里面 生活的一个 而且他是一个 不能讲话的 为什么马来西亚 这次两部片 都找台湾人 五月 台湾演员 就是潜力好 对是万方 吴玉雪是万方 没关系 这次吴康仁的重点在于 万方还需要去学 马来西亚人怎么讲话 对对 吴康仁因为他演员 就是个哑巴 不用 他只要学马来西亚的手语 怎么比就好 这个很难 而且呢 吴康仁最后的 最精彩的一场 就是他在某一个 情境之下 他必须要 用手语 表达他的内心 然后连续几分钟 那这一段场面 如果他得奖 这一段一定是得奖场 学手语真的不好学 而且他表现出 那个表情 跟他的心境 那这个是吴康仁的 迎面在这里 那王伯杰在 疫情里面呢 他演的这个医生 从本来是有点自私的 到后来也是 呈现不一样的 这个性格上的变化 也是给他发现空间 阮金天 已经得过一次金马影帝 在周祖处灾害里面 他整个癫狂 到了某一种 个人的演艺生涯新境界 所以有人说 这一项其实很简单 就是四个字 叫做天人交战 是天 还是人 还是交战 天人 好 但是我要选一个 我自己新的 我觉得 许光汉 好了 恭喜姜泰 所以呢 我们今天这个 姜泰就可以不用天人交战了 那我们大家都天人交战 也就是我们今天呢 要把最重要的 就是剧情片导演 男女主角都讲完了 那么接下来的呢 也就 呃就交给 我们 我们 我们只有一个项目 保证 我们大家也不用猜 他确定就会得交 而且确定是 本季金马奖的高潮 就是我们的 永远的女神 林青霞 也是 终身成就奖 没错 而且呢 你要最爱的偶像 那你要在 星光大道守的他吗 哇 我礼拜六要开始去排队吗 那我只能必须说 我很光荣 为什么 因为林青霞入围过 三次金马银后 第一次叫做 碧血黄花 第二次叫做 慧眼是英雄 第三部就是滚滚红尘 三部 我都看过大一幕 而且怎么会有 碧血黄花这部片呢 哎呀 好好看啊 他演这个林绝敏的太太 好好看啊 他演艺艺 是 林绝敏是周少栋 他们两个那个时候 颜值在巅峰 红水超好看的 这改天那集要好好的来讨论 这两部片 超级好看的一部片 感谢迪亚感谢 我喜欢英零声 我喜欢 radio